桃园归山香 桃园归山香这里 有一尊以全台室内最大观光项 而闻名辖尔的微天宫 殿内主神观圣帝君 灵气非凡的英姿 使得信众源源不绝 也是众多艺人 如白冰冰 吴敏 圣竹如 王燦 于小凡等 争相前来参拜的圣帝 差不多十八九岁 那时候就是离香变景 那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庙 那个就是观光庙 我就跟他祈祷 我就看了那个庙 只是这样而已 我就想 好不好 如果让我成功的话 我让我盖一个庙 这个更OK 还愿 如今微天宫建成 让李创建人也如实还愿 当初在李创建人的坚持之下 为天宫主神观公圣像 乃聘请数十位雕刻家 历史学家 在费时十二年设计才完成 以透光玻璃影天接地 吸收日月灵气 搭配上七米二的高度 七顿的重量 使得观公圣像更加神器威武 君临天下 只见观公雕像 右手轻浮胡须 左手拿着象征守护财富 和智慧的春秋 右耳围向前起 仿佛象征观公 正专心聆听信众们的心声 为天宫的每一处 皆充满巧思 在大门迎宾牌楼 以桃园命名 除告诉信众 这里为桃园外 也蕴含 关公桃园三结役之历史典故 入牌楼而下 则有十八尊令资关公 在此迎接 入庙前 两侧刀楼及印楼 则是李创建人 在三十年前 应拍摄少年关公 而与山西祖庙 递下缘分时 祖庙所回赠之两项圣物 分别为青龙掩月刀 以及汉寿廷侯印 历史悠久 意义非凡 传说 观圣帝君是武教 所推崇为第十八代 玉皇大帝 所以在大殿的两侧 有万佛朝拜 也有玉女县瑞的一些 吉祥同雕图腾 就是在向观圣帝君 礼敬朝拜的意义 在三国时期 也有一段流传千年的佳话 就是黑张飞 白刘备 宏观公 结义桃原的历史典故 所以威天公在 观圣帝君主向的正前方 就雕塑了桃原三结义的同雕 来纪念这一段 千年传递的佳话 在威天公的侧殿 还有一尊在台湾很少见的孔明神像 孔明神像后方有一转运圆盘 上面写着 你来了三个字 象征天下第一军师神迹妙算 洞竹仙姬 允含着他在千百年前已算准您今天会来到他的圣座 前面敬拜 威天公是响应环保祭拜法 提供全台唯一的转运农营祭拜 转运农营的正面代表吉祥如意 年年吉祥 反面就是代表心灵成敬 三阳开泰 代表一切的香 贡品还有金子 那信众可以何时再守心 然后一枚与关圣地君结缘 一枚带回家作为信物 取得关圣地君的庇佑 在今年 威天公举办两岸灵台相会朝拜迎圣灵之旅 与台南大志山玄空法寺 前往中国山西运城关公祖庙 迎祖庙圣灵入台 此也成为百年来首次关公祖庙 特许分灵来台常年住假 这次是专门从关公的老家 山西运城专程跨海来台 参加威天公今天的迎领庆典活动的 我心情非常激动 也很高兴 这次从山西的祖庙引领 代表了关公信仰的这个阴脉的传承 那我们也希望来朝拜关公之语 最重要就是把整个关公的精神 让我们台湾社会发挥一个安定的力量 关圣地君为大众熟知的武财神 威天公为了服务广大的信众 在平日都有提供免费收金 解签问世的服务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 另外提供30个名额 让信众直交求发财金 求钱母带回家 民众有机会不妨到庙里走走 了解传统文化艺术与生活的传承 感触关公一泊云天之精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